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大家好 他們現在在弄我的檔案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名字是新疆 那如果說你覺得那個 THE 不好發呢 你也可以叫我中文名字 因為我中文名字跟著很像 我叫星期 你只要記得星期一星期二 你就記得我的名字 那新疆就是星期啊星期啊 你這樣叫我你就會記得我的名字 對這是非常有趣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在 我去美國找我咕咕玩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咕咕的朋友 他一直叫我 欸星期啊星期啊怎麼樣怎麼樣 哇奇怪 我沒有跟他講過 我中文叫什麼名字啊 結果原來就是你知道 他 TH 發不出來 所以他就叫我星期啊星期啊 對 那今天呢 那蠻榮幸的就是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的題目是定為 巷弄故事人 那剛級大脈他有問的問題 就是什麼是文化 那講文化好像其實蠻沉重的對不對 好像是一個好大的題目 尤其是剛剛這位高中生 那你覺得我是在課堂回答問題嗎 老師問我什麼是文化 那其實對我來講呢 把它看得很簡單 其實就是故事 那是什麼故事呢 就是人的故事 就在這巷弄裡面 在這個老建築裡面 過去的人發生過什麼事 那現在的人正在進行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就是 相當的文化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去看我自己過去的經歷 我覺得還滿有趣 然後大家也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就是這樣 我第一份工作在電視台 那電視台完之後呢 我就跳到電子業 電視台完之後 我應該要回學校唸書 所以我就回學校去唸書 那學校唸書的時候呢 認識了一個開補習班的學長 他就說那你來幫我教補習班 所以我就跑去當補習班老師 好 所以我一直不停的在轉換 那為什麼我會進到 青年七六跟野草去使用呢 這要回到 因為我回到學校去 我在學校 那個時候 其實我念的是文學院 但是呢 我到台大地執系去應徵 公讀生 那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人去應徵嘛 所以我一去他就說好 那你就來吧 那我那時候我特地問他 我還很質疑 問他說 你確定嗎 我說我是文學院的 地執系是理學院 我可以嗎 我沒有相關的背景 而且我數學、理化這些東西 化學都超爛的 但我國中地球科學還不錯 他就跟我說沒關係 你就來吧 那我就去 那去了以後呢 我想其實剛剛很多人聽過 今年七六 大家知道說今年七六 其實跟台大地執系 有很深的淵源 因為清田七六的前任屋主 馬廷教授 他是台大地執系的老師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樣 那相同的呢 我們那個補習班學長也很厲害 因為清田七六這個房子呢 一開始是他搞背景區的 所以他自己呢 在學校 然後也是進到補習班 然後接著就進清田七六 然後把我們一大堆 學弟、學妹、學姐 全部都拉進來一起做這樣子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清田七六 其實已經開館三年了 那這三年裡面呢 其實我 每一天我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不停的在聽故事 然後呢 我也開始試著 最近開始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那我覺得這故事真的是 永遠都聽不完 而且 常常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會覺得 這個世界真是 太奇妙了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呢 那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下清田七六 這一張是我們很經典的一張照片 從門口拍進去 你可以看到他的建築形式 他是一個揚合折中式的房子 那他是在1930年落成的 是由台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的 主義人教授 他自己設計 你不要小看他 他是農學部的教授 可是他有辦法自己設計這個屋子 那今天我不會講太多清田七六的 導覽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有空可以上網報名 我們的導覽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的導覽通常都一個小時 那我們老師常常很喜歡講到一個半小時 所以今天呢 大麥只夠了30分鐘 我要講清田 要講野草要講香夢的故事 所以我只能很快速的跳過去 那我希望這張照片有吸引到你 那可以來參加我們免費的導覽 好上網 只要付夠清田七六 我們的部落格就會出來了 那先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的官方網站三年後 我們總有足夠的錢 可以加很多網站了 所以請大家期待 今年我們的網站就會出現 好 那我提到竹炎教授呢 當然這就是人的故事了 這個房子是他設計他蓋的 那他的一個專長呢 他是甘蔗種植的土壤微生物研究 我們清田七六裡面有他的論文 但是當然我也看太懂 但是呢 重點是我們知道 他研究的是甘蔗 所以呢 這是竹炎教授 我們只有一張他的這個照片 就只有一張 沒有其他張 那因為他是 農學部教授研究甘蔗 所以我們青田七六 我們就開發一個窗禮物品 來說竹炎教授的故事 那怎麼樣讓大家記得說 他的研究到底是什麼呢 待會兒我們再回頭 我考大家一下 記住他的研究是什麼 這一杯是甘蔗汁 旁邊這個是冰地咖啡 那我們就把這個咖啡跟甘蔗汁做一個結合 然後我們這個飲料叫做蔗汁醇 你可以先單喝甘蔗汁可以單喝咖啡 然後你可以再把它怎麼樣做分成 你只要來的服務人員會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樣去做分成才會漂亮 那大家千萬不要以為直接到就可以 因為這個人很厲害 所以他可以直接到 我會給你一個小湯匙 你們用你的湯匙 可以做個很漂亮的分成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來到青田七六 你不一定像我一樣 因為我在裡面工作 我每天不停地在講青田七六的故事 所以我可以長得很熟練 但最起碼我希望每個人來 你喝一杯這個這支醇 你會記得這個房子的竹炎教授 他以前在這邊 他是研究甘蔗的土壤維生物的概量 那為什麼這甘蔗很重要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以前是蔗糖王國 我們在那個地圖上面 我們台灣是一個小米地大小對不對 可是呢在過去我們是蔗糖王國的時候 全世界喔 蔗糖80%是我們台灣出口的 所以由此可知 他對我們這個甘蔗蔗糖共心有多大 那接下來呢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 馬廷教授就入住了 1945年 那當時呢 因為馬教授他是留日的 所以他是當時來接收我們帝國大學 那當時接收帝國大學 我老師他都是要會講日文 因為你要講日文 你才有辦法溝通跟看那些文件 那馬教授他是個古生物學家 他也是海洋地質學家 那他同時是我們台灣大學第一任的系主任 那同時台大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海洋研究所 沒有海洋的科系大學沒有 但是他有研究所 很多人很靠奇啊 台大又沒有在海邊 他在公館對不對 旁邊都沒有海 為什麼會有個海洋研究所 其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馬廷教授 因為他本身是海洋地質的專家 所以台大會有一個這樣的科系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馬教授跟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是日本人小野女士 這是他們在清田七六的 那個窗台那邊拍的照片 那我們用什麼東西來紀念馬教授 然後告訴大家馬教授的故事呢 如果大家有去 欸有人有去過清田七六嗎 你除了有聽過你還有去過 有 有人去過嗎 所以你一進去你往右手邊看 你會看到很多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呢 這個石頭呢 很多人誤會說他是馬教授的標本 其實不是 這個石頭其實是 我跟我們學長還在台大地質系 我打工 然後他在那邊當助教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我們做了一個 國科會的計畫 那是我們學長他上丹下海 全台灣高南領黨去採回來的 那因為馬教授他是地質學家 那我們本身我的這些老闆們 他們也有地質背景 所以我們在裡面除了像剛剛一樣 介紹這個房子文化故事之外 我們還會做一些地球科學的科普活動 所以各位如果有認識中小學老師 或是你家裡的中小學小朋友 都歡迎來報名參加 我們這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地質科學的 這個科普活動呢 來告訴大家馬廷的故事 要告訴大家馬廷有多麼的厲害 那因為真的時間不夠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他到底有多厲害 所以大家請務必一定要來聽聽看 到底這個世界級的學者 有多厲害 包含去年年底 有一位日本的學者來 他吃完飯要離開的時候 他看到照片他才驚覺 原來這是馬廷教授 這是大師的房子 他整個非常興奮 所以那一天呢 理學院院長招待這個學者來吃飯 他覺得非常光榮 他覺得很有面子 非常開心 所以當然一定要來認識 然後教授有多厲害 那七年七六 我們進了一年之後呢 我們又接了另外一間老房子 叫野草居食屋 那他是在同安街古廷間在那邊 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有 有聽過或是聽到 還是有 那野草居食屋呢 像馬廷教授的房子 七年七六 我們一開始知道 他是畢子系的老師 那馬教授的故事呢 細上其實有很多老師可以問 我們也曾經幫很多退秀老教授 做過訪談 請他說一說 他以前跟馬教授相處的一些故事 也非常有趣 那野草對我們來講 我們連這裡面住的是誰 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說 這個房子的故事呢 還好我們找到了三張獎狀 這三張獎狀 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這個房子一樣是台灣大學的校產 房宿舍 所以我知道是台大的老師 但是誰呢 我們就找到三張獎狀 他有服務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這三張獎狀 然後上面寫了陳玉玲教授 對不對他在學校連續服務都很光明 那因為我們有了名字我們就去查 那陳玉玲教授是誰呢 我們就發現他是台大農化系的老師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他照片 這邊旁邊是他的兒子 台大農化系的陳玉玲教授 那他的專長是什麼 他是專門研究農藥物雜草房子 然後他成立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這個房子群叫野草 因為叫雜草太難聽 對我們就要把它叫野草 這樣比較 而且我們還搭配白居有一首詩 哪一首 野火燒不盡 春風垂柚聲 對 那旁邊野草那個草也是有故事 我們的那個學長呢 他去加拿大玩的時候 他聽了一個導遊他講的故事 他說有一種草叫火草 所以我們野草的英文就叫fire wind 這個火草呢 在森林大火全部燒光光之後呢 他會率先長出來 長出來幹什麼呢 因為下面是小樹苗會慢慢開始長 他保護那些小樹苗 那當這些小樹苗長大之後呢 這些火草就在上面變成他的肥料 這故事有沒有很感動 我當時聽到這故事 我覺得真的太感動了 然後我們野草這個名字 真是太棒 太有涵義 太有故事性了 那我剛剛說我聽了這麼多故事 我覺得世界真奇妙 什麼原因呢 就跟陳韻林教授他兒子就相關 因為我們既然知道陳教授是文化系老師 那他的學生一定可能在台大文化系教書嘛 對不對 我們就去問 那非常幸運我們找到一位 而且是跟陳教授非常親近的一個低傳例子 那我們就去跟他訪談啊 就陳韻林教授的事情他講了很多 他甚至還提到說 因為陳韻林教授的專長是 因為他文化系他演用農藥 所以當時的台灣很多人怎麼樣喝農藥自殺 或是說給人家下農藥賭人家 所以會有很多的警察跟檢察官 會跑到他們家來請問教授 這是什麼農藥 成分是什麼 這也是很有趣的一個故事 那聊聊聊到最後呢 欸突然我們要走啊 就跟老師說 啊老師那很感謝你提供這麼多諮詢 那如果說老師有在想到什麼故事 隨時通知我們這樣 這樣走的時候呢 老師突然想說 欸 陳教授的兒子你應該認識 你們是地質系的嘛 我說對 他說 那個 你們系上是不是有一位陳振宏教授 我說對 然後這時候呢 我學長就說 對 我在念你救贖的時候 他是我的系主任 所以你看我們是不是世界真奇妙 繞了一大圈 我們又回到地質系 因為陳韻林教授的大兒子 陳振宏老師 就是我們系上的老師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怎麼樣 非常高興太開心了 因為呢 我的這些學長們 跟陳昇老師都非常熟 馬上就集呼陳老師 欸老師 你們舊家是不是在同安街 二十八鄉那邊什麼什麼 聊一聊 然後說欸對啊對啊 我小時候就是在那邊長大的 而且我在那邊住到大學畢業以後 成年了以後我才搬走了 那我們就整個就非常高興 就覺得太好了 然後剛好我們野草開戶那一年呢 陳老師他要退休 所以我們野草的第一組客人 就是陳老師他的融會Party 我們沒有又騎騎騎得來 我就覺得真的是 你聽了這麼多故事 然後千來千去千來千去 最後跑出一個非常讓人意想不到的結果 那因為我們叫野草 所以呢我們會有很多野菜的料理 我們其實是走比較居酒路的路線 但我們有很多野菜的料理 那包含像各位看到這邊這個酒 它是日本燒皺 為什麼我們賣日本燒皺 它跟清酒不一樣 因為我們希望大家知道說 陳玉玲教授他是日本熊本大學畢業的 他拿的是那邊的博士學位 那這個燒皺其實是熊本那邊的特產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裡面吃的東西 都可以跟陳老師的故事做一些連結 那除了陳老師的故事之外 陳教授的故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萬興鐵路 萬興鐵路1921年到1965年 到現在我們停時大概已經是快要50年了 那這條鐵路基本上跟我們現在的 那個捷運淡水線 新電線 是平行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有上台大的一些網路去看 你會發現他會說 這是台大人以前的捷運 那所以我們在裡面呢 就有很多的火車相關的停泊方案裡面 像這個五停停 隨緣地銀橋 這都是以前萬興鐵路的佔領 那你進到野草裡面發現 你的烏陽上小火車整點會爬五分鐘 非常有趣 那其實在青年七六三年來 我們其實做了駐場的導覽 那第一年呢 我們不停的一直在講青年七六裡面的故事 那我們就決定說 好 我們要走出去 所以第一年周年慶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條第二條文學之路 跟自由主義之路 我們走到外面去 那第二年呢 我們增加到六條 一到六 我們開始我們走的那個範圍越來越大 那今年我們就要入大道城 新地區大五洞 跟龍山寺國平島 那順便遇到一下 這個禮拜六 我們就要去走龍山寺國平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公平進去 但是呢 我們這個街區的導覽 我們是會收一些費用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自由主義故居 學者故居 因為我們有幫 前天六條路線都有做了一個地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會從青田七六出發 然後到鷹海光故居 再到周德偉故居 那這個很特別的天堂路 伊斯蘭教、天主教、宗教文化 你會 我們一樣從青田七六出發 然後到青森寺 然後聖家堂 然後甚至會到對面 大家甚至公園去看觀音像 非常的奇妙 其實你會看到 我們有觀音像 然後有天主教 有回教 那其實青田七六旁邊 有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和平教會 還有基睦教 那我覺得這個路線呢 其實我有點想不到 這個路線竟然很受歡迎 尤其是青森寺 大家對回教 對伊斯蘭其實不是很了解 那其實呢 他們是對 我們這些他們所說的 異教徒來說 其實他們是非常親切的 他很希望你多了解他 不要露解他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興趣 其實你是可以打電話去 跟他們問一下 而且裡面 你如果組團 你可以在那邊吃飯 你跟他說 你導覽完你要留下來吃飯 那應該是會否做一些費用 但都沒有問題 那像 這個要特別講 因為我們文化長水瓶子 我要講的他 抱一個他的料 就是他說 他在大學面第十七的時候 他必修課被辦很多 所以下學期都擋修 那怎麼辦呢 又不能讓家裡的人知道對不對 該上課時間要出門 但是到學校 他就沒有課空堂啊 所以他就在公館一帶 不停的逛書店跟看書 所以他對這附近的書店 非常熟悉 以至於到現在 他今年出一本書叫 我的書店時光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家裡小朋友 不愛念書或被當 不要太苛責他 你永遠不知道 在他身上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你看現在我們水瓶子 就是一位作家 那還有這個 這一條線呢 是我們下個月要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一起去走 那永康草舟創業家 像包含什麼藝文空間 待會我還是會跟我們做些 分享他在那邊做些什麼 那品牧良行 張藝坊 Label是咖啡 他們自己烘咖啡豆 那邱惠文庫 我想很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我們的台灣文藝館 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過去台灣的東西 包含像是 之前大道成是不是有提到 那個阿瑞在江山樓 你在裡面 你會看到江山樓的盤子跟碗 那還有前陣子電影很有名的 Canon對不對 Canon最後他們是不是搭輪船 到日本去板球 那你在裡面會看到 他們當時搭的那個輪船的模型 可能不是同一台 但是呢 那個時候日本跟台灣網版的船 大概就是長那個樣子 所以非常有趣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的以前的海報 那邱惠文庫還有招鎮文化市集 我想很多人有去過 裡面有很多的一些 二手的一些雜物在裡面 那你可以花很多時間在裡面慢慢的看 那河邊生活 然後工作是河邊生活是專門在推訪 我們台灣的木雕 所以這些小店其實我這樣重重帶過 其實他每一間都有故事可以講 甚至你進到屏幕量 你可以問他你這本筆記本是怎麼來的 他會不停地告訴你 他的筆記本是怎樣的來歷 他的這個賣的茶是什麼來歷 他賣的副手霜是什麼來歷 非常非常的棒 那尤其是像這些小店 我真的很鼓勵大家 就是你就很勇敢走進去 當然他的東西不見得便宜 不見得便宜 但是你可以去問他 你這個東西這水賣這麼貴 是為什麼他會告訴你 這個東西後面的故事 而且你不買啊 他絕對不會給你臉色看 他會跟你去說 謝謝你歡迎一下子彈 絕對不用擔心 他們會給你臉色看 絕對不會 那今年呢 大概就是從上個月開始 我們又更進一步 我們不只是在台北市走 我們甚至拉到哪裡 台中、宜蘭跟淡水 我們有一個這個 勞房子任意們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是這四間勞房子系列講座 然後每一間勞房子 我們會舉辦四場 舉辦四場 那清田七六呢 會去到淡水 會去到台中 會去到宜蘭 那相同的呢 淡水、台中、宜蘭的老房子 一樣都來到台北 那跟我們說一說 他們在那個地方 做的老房子 他們是怎麼做 他們經驗是怎麼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把他 取離交老房子 認意們 就是我們希望 你來到清田七六 你打開一下認意們 你就可以看到淡水的老房子 他現在在做什麼 那你打開任意們 你可以看到 宜蘭的老房子在做什麼 台中的老房子在做什麼 其實都非常的有趣 所以如果說你有親朋好友 他剛好在淡水 在洋在台中 他不用走車勞頓跑到台北了 他直接就到那個地方去 他就可以看到這些老房子 那聽到這些老房子的故事 那我要公商服務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時間 九月來 九月二十八還沒有到 今天才九月十八 十月二十六 十月三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是歡迎大家可以上網 去幫我們 去看一下 但這個都不是免費 都會著收一些費用 請大家了解 淨老房子真的是很困難 我們還是需要收一些費用 那同時 像清田七六跟野草 我們其實都是支付盈費 清田七六算是古籍 可是因為我們是民營公司 我們是得不到任何補助的 所以說很多人也會 質疑我們說 為什麼要做餐飲 那待會有個交流時間 我想我就會丟一個題目來 問問大家 或許大家從現在開始可以思考 到底一間老房子 他是應該靠公務能補助 還是他可以自己自助 那自己自助 他勢必要一些商業行為 那你認同這個商業行為 我想是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的 一個問題 但很可能這個題目呢 也沒有什麼正確的答案 每個人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樣 那最後我為什麼要放這張照片呢 又回到我的笑容故事人 其實呢 人我雖然放在最後面 但是人絕對是最重要的 人絕對是 笑容故事裡面的一個重點 那我聽了這麼多故事 然後我不免再講故事 那其實這個工作讓我很享受一點 就是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那這個媽媽她真的是非常厲害 她前面推的那個娃娃車裡面 有她的小女兒 然後旁邊再簽了一個 那他們參加一場導覽活動 那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報上名 所以她是沒有辦法有導覽耳機可以聽的 那我跟她說 你如果沒有耳機因為人多 所以你可能不太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她說沒關係 我就帶我小孩走一走 然後這樣子 那我說好 那我說因為那天是我壓隊 我就跟她說那沒關係 我可能沒辦法像老師講那麼專業 講了那麼多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因為我之前也走過幾次 然後她就很高興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一直走 那這個妹妹 那大家有聽到說 我剛剛介紹我有教過補習班嗎 那我補習班教國中跟安親班小學 所以呢 我只要看到小朋友呢 我就希望我今天可以征服她 你知道 安親班老師的那個 那個倔強就出來了 怎麼可以有小朋友不喜歡我呢 對不對 那我就開始跟她講話跟她聊 可是她真的不喜歡我 她非常的酷 不理我就是不理我 那我想說 好吧 那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證服這個小孩 雖然有點依憾 但沒關係 那我就跟她媽媽一直不停的聊 一直不停的聊 然後告訴她 這是哪裡那是哪裡 那後來呢 我們大概在這個包覽 大概快要結束的時候 她媽媽可能有工作的電話 因為那天其實是家喻 她媽媽有工作的電話 就拿起來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就一邊走一邊講 然後這個妹妹呢 她就突然來拉我 我就非常驚訝 我就回頭看她 然後呢 她就遞了一張貼紙給我 就是這一張 就是這一張 那我就想說 她為什麼要給我貼紙呢 那她媽媽大概有看到 但是你知道電話講得如火如荼 很難斷對不對 她就看到 然後呢 那妹妹又不跟我講話 她媽就忍不住就跟那個電話講 你等一下 然後她就跟我說 這個貼紙呢 她剛剛一路就說要送給我 她說 因為 她很喜歡我 所以送給我 那我就覺得天啊 我以為她討厭我 原來不是 原來她喜歡我 然後呢 我後來我就問這妹妹 我說這個 然後她媽媽就說 這貼紙是今天早上 她們要出門的時候 剛剛給她買的 然後是她很喜歡的 那我就 你知道我就不相信 你很喜歡 你怎麼會送給我 我就問她 我說妹妹 這個貼紙是 你很喜歡的嗎 她就點頭 那我說 那你也喜歡我 所以你送給我 她就點頭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征服了這個孩子 那其實從這件事情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貓後面是我的鍵盤 這張貼紙 一直都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我每天都看著這張貼紙 其實這個 你可以看到 他們是冬天的裝扮 其實是去年冬天的事情 但是這張貼紙 也會一直都留著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這個小妹妹 我覺得小孩 是最不會騙人的 這個小妹妹感受到說 今天因為他們沒有報名成功 然後她跟她媽媽 可能這一趟的導覽 或對她來講 可能是一趟小小的旅行 沒有辦法完成 可是呢 我很親切跟她說 沒有關係 你還是跟著我們走 那我會告訴你 這些故事 可能我講的不是那麼完整 那一路跟她媽媽 一直聊天 一直聊天 我覺得她可能從這當中 她感受到 我對她們的善意 然後我們的交流 是非常的正向的 所以她願意 把她最愛的貼紙送給我 所以這張貼紙呢 你知道 服務業難免會運到奧陪 這是一定的 對不對 我雖然有錄影 我還是要這樣講 對 但是我每次遇到一些 可能比較不開心的事情 我就會看這張貼紙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 沒有關係 最後一天我會把這些奧陪 全部都征服 他們全部都會喜歡我 好 那 這個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因為其實這個時間很短 我沒有辦法就是把很多東西都 一次都講完 那當然我最希望就是 各位今天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可以一起 跟我們一起到項弄去漫步 我們的漫不是打錯字喔 是緩慢的漫 我們不希望走很 我們慢慢走 而且我們一場主題刀彈 通常走兩個小時 我們最遠 從青田七六走到紀州安 有多遠 如果你有那個空間概念 就知道大家都走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走 那當然很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來 然後聽聽這些故事 那當然如果說你覺得 你不想跟我一起走 也沒關係 你就是進到項弄裡面 進去 你就是勇敢的把這些小店的門推開 然後進去就是跟他聊 好嗎 希望這些小店的店主人 每一個店主人 都可以征服你們大家 成為支持他們的力量 那所以我還有三分鐘嗎 好兩分鐘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要問的 剛好可以利用這兩分鐘 有問問題我有小禮物 但是笨問太難 要我拿出來才可以 才有小禮物 有嗎 有嗎 請說 你們怎麼找到這些故事 其實這些故事啊 我們一開始也是都是零 但是就是透過認識的人 像青田七六要講故事很簡單 因為我們系上太多老師可以問 那像野草就是我講的很奇妙 我們本來以為我們沒有故事 但是想不到最後落到他的 陳教授的兒子跟太太身上 那因為陳師母呢 他年紀已經很大了 那他其實我們野草剛開的時候 他就說好他要把照片整理出來給我們 但已經兩年了 我還沒等到他 但是你知道那個八十幾歲的老太太 我們不太方便去催促他 所以我們就希望他可以趕快 再豐富我們的故事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不用擔心沒有故事 其實你就是勇敢踏出去 你就是張嘴問 你就會發現你的回饋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最後一分鐘 還有沒有問題要問 有小禮物喔 我今天帶了一張CD啦 請說 請問為什麼會選擇用產業的方式來經營 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好 我可能需要再三十分鐘 但沒關係 我很精簡的 一根半之內我就把它說完 我講了一個例子 給你聽你就知道 我在青年紀都三年了 野草我們也做了兩年了 然後我現在開始 我也會進去做導覽 但我身邊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跟我說我要聽導覽 免費的都不來喔 但是我身邊每一個朋友都會打電話 那個青年紀就幫我聽我一下 那個野草禮拜就幫我聽我一下 所以這說明了什麼 我在那邊工作 但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都不願意來聽導覽 他們不願意走進來 因為他們不見得有興趣 你只要上網 你看部落格什麼醉湯 美食部落格醉湯 台灣人就是吃 所以你看這次那個收水遊 大家有什麼崩潰 因為大家都太愛吃了 不知道吃了多少 所以我們只能靠這個吃來吸引他 那我不是說 我一定要賣什麼很了不起的菜 就像我們剛也有一些是結合故事的菜 我希望你來不只是吃 你還得到一些東西 那大家其實都不用擔心說 因為做了餐飲 所以這個老房就跟我們弄壞 因為像青年紀念是古蹟 所以我們監管單位除了台大 還有文化局 我們每一年到跟台大做報告 如果說我們經營的不好 他馬上可以終止合約 我們就是沒有了 那當然還有各位 你們進到青年七六 你們都是我們的監督者 我們哪裡沒做好 你們一定會告訴我們 就像我們一個阿伯 每天早上 我們在青年七六院子裡面看報紙 他從來不消費 不請他導演 但他就看報紙 然後他會巡視我們的院子 告訴我們說 這棵樹有問題 你馬上寫報告跟總公司報告說 這個樹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你說好好好 然後他會開門衝進來 你們報告給我看 你看你寫了沒 他對我們的這個 整個這個跟總公司的連結 他遼若遲早 所以說餐飲我覺得 這是不得已的一個 不得已中的一個方法 然後避免他成為一個文字 那當然啊 我們要做這麼多導覽 其實是非常花錢的 研究餐飲有辦法支撐我們 那待會在交流之後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就知道為什麼 像很多香港朋友問我 你們台灣怎麼只是咖啡廳 就是開餐廳都有別的 但我覺得這跟我們台灣 消費習慣有關係 那如果待會大家有問題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如果待會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我們私下再做交流 謝謝 我才會打聽 我們請問我 讓大家做消費 吩咖啡 等會有問題 感谢观看